好 未来一周的封面是一波接着一波 这一波封面通过之后 为整个南台湾地区带来的降雨 是非常的丰盛的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 南台湾地区的降雨是持续 但是北部地区的降雨 在今天晚上开始又要逐渐的增多 原因就是因为又有一道封面 在北部海面上建立 所以相对靠近的 在北部地区雨就会开始下 而在中南部地区 则是要等到明天开始 就会逐渐的有感 在除了封面通过之外 还有强盛的西南风 所以在中南部地区 不排除会有来到局部大雨 或者是好雨 而且短延时的强降雨 这样的雨量非常惊人 动辄会来到实雨量 40到60毫米 我们都建议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同时吸水容易暴涨 而再来这一波雨势 预计会一直影响到 礼拜六的上半天 我们来看一周的降雨趋势图 在礼拜五是未来一周 天气最不稳定的一天 刚刚说了 整个西半部地区都雨很大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更是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 到豪雨以上的等级 而在北部地区 以及在东北部地区的宜兰 则是有局部大雨 或者是有较大雨势出现 东北部地区 虽然雨势稍微的缓和一点点 但是比起来 是因为它在被封测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雷雨的状况 所以礼拜五出门的时候 建议大家最好 都要把雨具给携带上 同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 而到了礼拜六 晚上到礼拜日的时候 这封面持续的影响 但是水汽跟礼拜五六比起来 是有缓和的 而下一波封面影响的时间 则是在下礼拜三到下礼拜四 中间有短暂的空档 但是未来一周水汽都很多 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 最好都还是带一把雨伞 好 近期真的看到封面一波 接着一波 所以现在算是没雨季节了吗 而到底像这样不稳定的气候状况 还要持续多久呢 交给宣通 好 确实很多人都说 这一波的雨势 有一点不像春雨 因为一般人所认知的春雨 应该是细雨纷纷 但是这一波的雨势 非常的强劲 而且雨区范围很广 看起来已经有一点 没雨的感觉了 但是我们就带大家来看 其实五六月才真的是没雨季 现在可能只是 没雨进入的前阶段而已 我们带大家来提醒的 就是在今天上半天的时候 南部地区的雨势 是不断的下 甚至一个小时的湿雨量 有来到40到60毫米 所以累积下来 大雨特曝 特别针对了高平地区 是已经来到了豪雨等级 而在整个苗栗以南 则是大雨特曝 另外还包含了在台东地区 而以累积雨量来看的话 昨天最多的地区是在苗栗 累积雨量也来到165毫米 而在今天 累积雨量最多的前五名 全部都在高雄 来到了123到136毫米 但是这雨还是会持续的下 预计到今天晚上的时候 都不会停 只是会缓和一点点 而北部地区的雨就要开始下下来了 那我们就带大家来看 这雨至少会下到什么时间点 在礼拜五最剧烈 礼拜六礼拜日天气还是比较不太稳定 但是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时候 水气会明显的缓和下来 你还是要留意到 因为这时候风面虽然远离了 但是吹南风 相对湿润的水气 还是会带来午后震雨的情况 而且下一波风面在5月1号 也就是下礼拜三 又会再度的往南通过 只是春天的系统变化非常的快 如果前一波的封面晚一点走 下一波的封面早一点来 那么我们空档时间就会变得更短 所以未来一周水气都很多 我们还是再次的提醒 低洼处要赶快来清去这个沟渠 否则很容易有激烟水的灾情出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